孩子们天真的对着镜头微笑 大人则在走道旁排成一列长长队伍 巴西里约热内卢一个市场 拥近大批民众 他们不是要来采买 而是苦苦等候 取中人散食 摊贩卖不出去 或者要丢掉的蔬菜水果 捡回家去 填饱一家肚子 里约热内卢省三月底宣布封锁 要求一千七百多万民众待在家 许多靠日新工作的人陷入困境 从白天 耐心等到天黑 好心的商家也不另给予 明天的餐桌不会空空 但想到这样的日子 还可能会更糟糕 原本不安定的心就更慌乱了 大爱新闻旅方编译